剛才有民眾提出來 羅科長是哪一位 你那天去跟他講的那個207多多多少的數字 請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這邊大概說明一下 回到剛才那張葉雨士的那張表 在上禮拜跟禮拜一的早上 我們團隊其實都有去跟民眾做說明 那確實我剛一開始就說明過 民眾質疑從我們公告的這些數字裡面 民眾沒有栽入錯誤 但是對於民眾按比例去推估 總容積下修之後 總毛綠板面積也是等比例下修這個部分 我們有跟民眾溝通不止葉雨士 在場所有的民眾我們都有說明 我們增加了公共服務設施裡面 剛才講的不論是避難的平台 或是那個綠化的空中面積 這些都有做 你直接的跟我們講 那個207多少多少那個數字是怎麼出來的 因為他提出那個數字 我是覺得裡面應該確實的說明那個數字是 是怎麼出來的一個數字 我們從這張表上面來看就是 葉雨士他講的是324 也就是上一次的報告書裡面 這底下這個220這個數字 當然我們這次300的部分是正確的 也就是324那一次的數據 但是我們這次比較表示跟上次的報告書比較 所以我們還是把上次的內容羅列出來 當然我們後面如果訂稿的時候 這個數字我們會在一道更容易是承諾的這個數字 來把它做調整 就這樣 他講你們的是 你們的人跟他講說 這個22019多少的這個數字是錯的 207這個數字 我知道這個是324的Case 那我現在只是想要提清 我問你葉雨士講的 你們當場有講這個220多少的數字是錯的 當天我們有跟葉雨士做一個說明 那因為當時這個324的容積算出來 應該是葉雨士顯示這個數字 207 380 這個是算出來換算出來才會是324的容積 那因為我們在當時環民初稿的時候 我們有220199這個數字也已經給出去了 所以我們是針對著220199做一個差異比較的說明 我們也不回頭去修正任何的數字 我們只是純粹來去做一個比較的說明 說我的個空間做了什麼樣的一個調整 那207 380這個數字 我們也在當時禮拜一的時候 也跟葉雨士做了一個說明 那我們會在這一次的一個 300容積的這個環平的面積表裡面 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修正 好 另外一個提出來的 基礎法事 基礎形式的建議部分 我想那個是在樓層的調整 就是因為你們的結論建議裡面 寫的是 地上26層 地下5層的 哪一個部分你們有什麼說明 因為你們 我知道這個是在之前做的 是 你現在樓層的調整 那個以後對安全性 對什麼 對水果的調整 這件事情我來說明一下 就是地質在做設計的時候 當時是根據一個方塊的量體算出來的 就是26樓 經過這幾個月的設計精進 現在成為27或28 為什麼把26變成27跟28 是因為我們增加了很多 有品質的虛空間 所以它才會拉高 第一點 第二點 建築物在算地質的時候 重量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清楚回應各位委員 以及跟主席的問題 的確是有26以及2728的差別 但是我們的結構技師 我們的地質專探專家 對在這整個做地質分析的時候 27跟28跟當時在算的結構的安全 其實是等值的 這我們內部有討論過 在下個階段要進到建築設計的時候 這個案子同樣會用最高的標準 是國家要求的 有結構外審 所以2728的安全等同26 那為什麼會增加一層以及兩層 是剛才我這幾次都說的 是把這個垂直化增加虛空間 這個數字才增加的 以上謝謝 好 那我想大家都說明清楚 我們如果沒什麼意見 我們就我們自己 我們內部討論好不好 請 開發單位理請 謝謝 沒有 你那個我們內部我會提 把你的意見跟我們講 好不好 對 對 對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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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